好 最近大家說 藍白河 藍白河 我們上次講說會不會變成藍白拖 我覺得現在這個演戲 已經不知道演了八點檔哪一集囉 因為現在好像上演新娘不是我 為什麼呢 因為我才看到侯友宜不是喊話柯文哲嗎 說這個 欸 要不要這個藍白河啊 還給了一個期限喔 就是在今天 結果柯文哲不就馬上就說 欸 我覺得很想被逼婚喔 那原來這個柯文哲是不是新娘想要換別人呢 因為喔 有前立委郭正亮是爆料說 柯文哲跟朱立倫見面的時候 提到了另外一個人就叫做韓國瑜 哇 結果今天大家就問了柯文哲 就柯文哲語出驚人欸 他說這是國家機密 結果他反倒問了記者說 這是不是朱立倫說的啊 掌聲之中步入會場 民眾黨總統參選的柯文哲 這一站台中校園演講 中才成立 沒有 沒有 我們是 我們先成立的 講錯了啦 直接校方冷汗捏了一把 柯文哲自動簽名 化解尷尬 但此刻來自藍營的壓力 可比這些還要大 結果後移不斷向他拋球 甚至直接將兩人印在同張選票裡頭 柯文哲不說就是不說 只是侯友宜的這動作是否已察覺 新娘可能不是我 因為前立委郭正亮也爆料 柯文哲私下與朱立倫會談時就主張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才是最強搭檔 這朱主席跟你講的 韓國瑜跟侯友宜相比 你會屬於誰 實際涉及國家機密 不要後移是不是屬於韓國瑜 柯文哲一句涉及國家機密 帶過去就是沒否定 或許也是看中背後深藍票群 但韓伴仗無回應 像這種問題 你給我三天我就知道答案 做個民調 這恐怕是朱立倫自己要去傷腦筋 不是你柯文哲的點菜 你兩黨都有兩黨的機制 沒有那麼喜歡 但是要設法去喜歡 要設法去相親相愛 我們好像沒有提到這個 好像最近都沒有提到 侯市長也沒提到韓對不對 那只是郭正亮自己個人的想法 雖然都是國民黨籍 但除了侯友宜現階段 藍營一概不考慮 TVVation 黃冠雲 黃俊瑋 前送前面分野消除 台北報導 好 大家正值看的撲朔迷離 而且政治 我跑政治 其實不管是有沒有跑政治 我們人跟人在社會場合上面 也是一種政治 你就知道說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盤算 所以柯侯之間當然有盤算 朱立倫 韓恩國瑜之間也有 所以真的是到底 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來分析 我們來找到的是 政治組的文字記者 葉豐偉 今天幫我們大家來講解 豐偉好 大家好 葉倫好 好 為什麼找豐偉 因為豐偉 他跟韓國瑜 而且他主要是跑國民黨的 那他跟韓國瑜 其實有一些對話的窗口 大家有在看就知道 我們葉豐偉之前 有專訪過韓國瑜 好 那我就要趕快來 幫大家深入的問你 今天你是受訪者 我是幫忙問問題的 好 請問這件事情 韓國瑜這邊的態度是什麼 當然我自己是不能代表韓國瑜 本人來回答 對 不然你就當他發言人 對 但是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一個脈絡 就是說在不久之前 大概兩週之前 國民黨主席 朱立倫那時候講到說 韓國瑜來主動跟我提到 要當副主席的這件事情 那到底是不是 這個整個脈絡是怎麼樣 朱立倫就是剛好在這裡 就是留了一個伏筆 就是說原來當時候是 大家原本還以為說是 朱立倫一廂情願的 要給韓國瑜穿小鞋 那朱立倫說不是 是因為他來主動找我 我說副主席這件事情 那現在隨著這些消息 越來越多 開始兜起來之後 發現這個輪廓就逐漸出現了 原來當時候 朱立倫在跟柯文哲碰面的時候 柯文哲可能 就是有釋出這個訊號說 他覺得侯友宜 不是一個真正能夠贏的這個人選 所以他覺得說 韓國瑜在這個整合藍軍 凝聚藍軍的票群 還有包括這個議題的主導性上面 跟吸睛度 跟他比較能夠match 包括他們過去在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一個是市長 一個是被農總經理 過去就已經有一些合作的默契 所以他覺得說 他跟韓國瑜搭起來 會比他跟侯友宜搭起來 還更能夠 具有這個集中選票的這個效用 所以那時候 所以你聽到這番話之後 他可能就有一些思考了 因為萬一 侯友宜 萬一韓國瑜變成了這個副手的話 那到時候 真的當選了 韓國瑜的主導性 可能就高過於朱立倫 所以那時候才釋出一個訓號說 他告訴我說他要當副主席 這件事情 等於說是不是要斷了韓國瑜 跟柯文哲合作的後路 那時候就埋下了伏筆 那時候就埋下了伏筆 所以變成說 演變到今天 韓國瑜他自己 除了造勢以外 他都不敢出來 也不敢針對 就是他當副主席這件事情 我們看看瓦格納就知道 當時就功高震主普親 所以後來不知道怎麼樣 就突然飛機炸掉 韓國瑜可能也擔心 因為他過去的人氣 真的是比較強一點點 好但問題是 如果韓國瑜成為了這個 柯文哲的副手 那不見得國民黨會希望 是柯韓配啊 國民黨可能希望是韓柯配 對不對 那這個局又完全不一樣 所以朱立倫可能會覺得 哇那這個局 不是變得更複雜嗎 而且我侯友誼 誒沒了這樣 等於說我們前面走的 那個提名程序都是 都假的啊 做白宮全部重來 所以感覺朱立倫不會這樣玩 但柯文哲竟然拋出了這個訊號 就代表說這種藍白和 他可能是希望說 國民黨之間也製造一些 他們的矛盾嘛 是是是 或許也是柯文哲的一些態度 像剛才一輪也講到說 是不是他我訪問這個記者說 到底是誰講的 是不是朱立倫放的 他要把球丟回去了 但其實他就是希望說 可以製造韓國瑜 跟朱立倫之間的一些矛盾 所以藍營會不會在 落入圈頭或是真的有這些事情 可能只有當事人是最清楚的 對可是每次國民黨都很常 被攪來攪去 就攪一團亂對不對 好現在藍白和這齣戲 到底還唱不唱下去呢 柯文因為你跑政治 這個國民黨比較久 你怎麼看現在的狀況 因為有很多人說 是狼有情媚無意 這個狼應該就是變猴友誼 媚無意就是柯文哲 那這樣子下去 會不會就真的破局了 其實這一把 我們很多的跑藍的記者 就是私底下都會覺得說 雖然大家對於藍白和很沒有信心 包括民調顯示 大家都很沒有信心 但是其實整合在一起 不是沒有機會的 是真的沒有 不是沒有機會 因為就從這種跡象來看 像昨天侯友宜 他在這個記者會上面 他擺了一個很高的姿態 全程用台語說 要結婚啊 這個婚是要嫁我嫁也要說一下 就突然覺得說 怎麼突然這麼有自信 感覺好像一副你不跟我合約 我也不會怎樣 對他以前在講新北市政的時候 都沒這麼有自信 就不會這麼有自信 但我第一次昨天看他這麼有的自信 然後高高在上的感覺 在喊話柯文哲說 你有沒有覺得很誇張嗎 就是這樣講 跟朱立倫一搭一唱 其實感受得出來 在國民黨這邊 他還是有一定的把握 假設最後要是沙喀都 他也不覺得他自己會輸 拿出這種氣勢 我覺得對於接下來整合 還是有幫助的 那柯文哲這邊我就比較不清楚了 不過有一些國民黨的核心人士 他們是覺得說即便是演變成這個樣子 他們對於柯文哲的這個 他們他非常的 應該怎麼說 他知道怎麼做是對自己最有利的 所以他不會做出北廖綱的這個決定 他做的這個決定一定是會 不會讓接下來的兩個月變成垃圾時間 所以他們還是覺得說 只要繼續的撐下去 釋出善意還是有機會的 但目前為止看起來 柯文哲比較像是在做最後的掙扎 比較像做最後掙扎 所以侯友宜是不是就出招 所以因為當時侯友宜不是在這個專訪之後 大家看這個頭條 就覺得說他是放了一個劍給柯文哲 讓柯文哲接招 因為如果到最後藍白合不了 就是你柯文哲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就是互相逃出這種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 剛剛說這個 有很多人認為說 藍白是有可能會破局的 但是其實呢 這個柯文哲跟侯友宜 這個記者會上共 有六成人希望看到藍白合 但是問題是我們來看看TVB的最新民調 其實大家對於藍白合 也沒有覺得很有把握耶 大家有六成人是認為 藍白其實有可能會破局嗎 哇有這樣子的可能性 你看有陣六成認為 國民黨跟民眾黨是不可能成功合作的 所以現在是不是就變成一個狀態是 有六成人希望藍白合 但有六成人又覺得 你只是公共而已 公共而已 這不可能會合得成 那這樣就很吊詭 但我們來看最新民調 如果把郭台銘加進去的話 現在看起來 賴清德33% 侯友宜22% 郭台銘是8% 那柯文哲是24% 所以你剛才說 侯友宜不在記者會上面看起來 就很像很有自信 很有把握 但他還是輸一點點柯文哲 那另外如果只有撒卡都的話 就是賴清德34% 柯文哲29% 那侯友宜是26% 同樣也是賴清德第一 柯文哲第二 侯友宜第三 好但是我們有發現 賴清德的這個民調 其實有稍稍的下滑 尤其他的女性選民的支持 跟上次的民調比起來 減少了8個百分點 那因為我們民調的區間 是坐在趙天麟桃色風暴的這個裡頭 是有包含在內 所以大家也有人在解讀說 是不是跟這起事件有關 那這個峰偉你現在怎麼看 像這樣子的狀況 一定是有關的 其他的陣營也都是見烈心情 因為剛好這個民調 是坐到昨天晚上10點 是 所以在這之前是 這個效應等於是 應該是有起來 那就是對於賴清德的這個支持度 是有直接的影響 但現在他也已經宣佈退選了嘛 趙天麟嘛對不對 所以他在這方面 或許就怕說擴散到其他的國安層級 那現在民進黨定調的 就是我們要抗中保台 或者是說希望可以 跟中國大陸那邊保持一定的距離 看起來好像沒有這個基調 就被自己人所打斷了嘛 所以趙天麟不只是為了自己 其實是為了整個民進黨目前的選情 所以就退選了嘛 那民調也顯示在他現在目前的 民調數字上面啦 那在國民黨這裡的話 我們要再講回來嘛 那就是他現在民調看起來是 兩個加在一起是很明顯高於賴清德的 所以國民黨今天他們其實自己 也有做了一份內殘的民調 那這個數字其實跟TVS蠻接近的 所以他們接起來 他們也是很有信心說 接下來加起來是可以大於賴清德 之前他們是有信心的 那另外一個觀察是說 今天在國民黨的中常會上面 那其實很久沒有出現在中常會上的一個人物 叫做周孟榮 他的爸爸就是庭東縣的議長周典論 他出現在中常會上面 所以這代表的是說 剩下8%的郭董是不是 這些人逐漸的要開始跳船 回到原本的位置上面了 就是不要再跟郭董繼續玩下去了 所以今天其實也有秀在這樣的氛圍 那包括現在中常會上面 還有一個中常委叫王國倫 那他也舉手發言說 希望說我們接下來整合工作裡面 不管怎麼樣的形式 希望把郭董納進來 就希望開始從郭董這邊來做整合了 那因為你柯文哲還是持續在共有僵屍 那所以國民黨希望說 從郭董這邊是不是接下來會進行一個對話 還是值得觀察的 對 所以現在大家對於這個政治的解讀 因為藍白和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說政黨協商還是國會和 還是最後連總統參選人都不和了 就直接從別的方式來合作 可能都還要再看後續 但我看到像是這個Lucas Lu 他說他覺得人都是有耐性 對方都已經放下姿態尋求合作了 所以一次次會讓人覺得沒有誠意 確實如果再拖到10月底或11月初 我相信很多民眾看到最後就是想翻白眼說 這是在演哪一出啊 到底在幹嘛對不對 所以要快真的就是要 差不多這時間就要決定了 不然真的是會越來越糟糕 原本的這個藍白和到最後 可能就真的連民眾都 就算和了大家可能也都不想投了啦 就會變成這樣 好那我們今天謝謝風偉帶給我們這麼多的政治內幕消息 謝謝 好我剛才看到很多的這個留言板上的觀眾朋友 講到說其實你們很想看這個民進黨的這個新聞 當然有民進黨的新聞 我們等一下也會跟大家來看 好但是確實現在因為交戰的比較激烈嘛 那侯友宜的競選團隊 那就是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賴琴德 藍白和是要還不要 喊話柯文哲應該換位思考 畢竟不管要才初選還民調 十月二十五號兩黨談判 大限已到 國民黨總參選 侯友宜更直接的臉書寫下 國民黨與我不斷尋求方法 至今無法感受到柯文哲的誠意 是不是不合 您的心意就不是民意 再次重申 我願意與柯主席攜手合作 請問柯主席您願意嗎 民意再等您的答案 因為並非過了底線 就不能談 只要還有意願 談判底線可以寬限幾天 但前提是雙方不能堅持己見 他當然對於媒體的這個專訪 他是說他可以當富的 但是據我了解 原本在他們兩個私下溝通的時候 他也是蠻堅持 因為他是國民黨推出來的參選人 他並沒有說他有富的這樣子的選項 被柯正寅指兩面手法 侯伴則說這與事實有差 更批陳志涵經常生眼說瞎話 這樣藍白還能合嗎 TPP的最新民調說話 不看好兩黨合作的高達百分之五十八 看好的只有二十一 或許就是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侯友宜的第二競選片 針對賴清德的大本營台南光電槍擊案 感嘆故鄉已經變調 謝龍介更加碼爆料 賴清德過去擔任市長時 跟八八槍擊案主席王文中關係匪淺 不只在他父親過世時擔任典主官 還加碼秀出這影片 被指引兩人騎死罵一罵賴陣營回擊概念別偷壞 被指引兩人騎死罵一罵賴陣營回擊概念別偷壞 民進黨台南自家立委反駁指控侯伴說謊 只是講到說謊 柯文哲又被指控 作家黃月衰 臉書爆料 二零一六年 某天拜訪柯霸和柯媽 期間柯霸要求和賴清德通電話 通話中柯霸保證 只要賴清德不出來選市長 將來一定會要柯文哲支持他選總統 結果呢 再酸好說謊會遺傳 柯媽否認爆料倒是自己再爆行了 TVBS新聞華正森李宗哲 台北採訪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華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